我們今天會開直播的原因是因為這兩天來真的已經夠了 甚至我老婆昨天還講說 要不要乾脆不要做了 可不可以有一點點尊嚴放給我們 我就問可不可以 我是公眾人物 我的另外一半小可他也是公眾人物 我的小孩子我三個小孩子不是 如果你在截圖 在網路上面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任意散播的話 我會一一的截圖提告 這兩天出門的時候 都有人跟我們講 加油 另外一講的謝謝 這讓我覺得很奇怪到底為什麼要謝謝我們 這個謝謝我們承擔不起 因為 引進疫苗的是國家 是政府 是那些去溝通的官員 你應該去跟他們說謝謝 但是這兩天的風向已經慢慢帶成說 疫苗進來是因為我們發生 然後政府官員聽到了 然後於是 疫苗就通過了 那進來的疫苗就一堆人在下面講說 那你就叫你的孩子去打 你就叫你的孩子去打 這不對吧 你跟我們說謝謝 我承擔不起 不是我們的功勞 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講 這句謝謝 我承擔不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兩天以來 有一堆網友 在截圖 我們4月5號的時候 出去露營的照片 或者是我們全家出遊的照片 今天 4月18號 如果你在截圖 在網路上面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任意散播的話 我會一一的截圖提告 我是公眾人物 我的另外一半小可他也是公眾人物 但我們其他家人不是 我的小孩子 我三個小孩子不是 第三點 我就問 4月5號的時候 升三級了嗎 我們出去吃飯錯了嗎 我們出遊有沒有戴口罩嗎 你們這兩年來都沒有出門 你們這兩年來乖乖在家裡叫Uber in 叫Fu Panda 是嗎 我們今天會開直播的原因是因為這兩天來真的已經夠了 甚至我老婆昨天還講說 要不要乾脆不要做了 你們這些人講話都不用負責任了嗎 你們這些人截圖人家的發文都不用負責任了嗎 夠了 可不可以有一點點尊嚴 放給我們 我就問可不可以 謝謝大家給我們那麼多支持 低評指教 有任何 傷害到人的地方 我已經道歉了 我已經道歉了 但也請你們 不要傷害我的家人 我還是要說 防疫這條路很長 我們要一起走 我們要一起走 謝謝你們加油 我也希望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台灣加油 防疫加油 基本上